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这一集节目是台湾环境词讯协会这一系列的最后一集 我们邀请了淨滩种子的职工LITO 来和我们分享海滩的美丽与哀愁 一到夏天我们总是要去海边 但是什么时候开始 到海边第一个映入眼帘的不再是一片蔚蓝的大海 而是一个接着一个煞风景的垃圾 一次性的外带饮料杯 吸管 塑胶罐瓶 垃圾袋 保利荣等等的堆积在海岸上 成为我们的海洋器官呢 今天的访谈来宾LITO 他从业余的淨滩志工 到加入环境词讯协会当起淨滩种子 再把海洋守护的知识 带回到课堂 和小朋友分享 LITO说 他曾经也很质疑的问自己 问大海 剪垃圾有什么用啊 剪不干净 为什么还要继续剪 不过他后来发现啊 在淨滩的世界里面 不存在 沙滩不进 试不回家 这件事情哦 每个人都在安全 合理的状况下完成淨滩 并且在后续的生活里面 去落实改变 才是最重要的哦 那这中间到底是有怎样的转折 淨滩又是怎样改变了LITO的生活呢 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集的《志工台湾》 台湾的淨滩活动啊 早在15 20年前开始 到现在其实已经是非常的普遍了 那淨滩不仅是达到剪垃圾的目的啊 更重要的是对于环境教育 还有政策游说的力量哦 那LITO你开始加入 淨滩的契机是什么啊 呃原本是那个网路公司的企划 嗯 网站企划 那因为后来就是看了 其实应该说在 在当志工之前 呃一定会吸收很多的知识 就是比如假日的时候 就会开始看一些 什么公共电视啦 大人频道啦 然后相关的只要有相关环境议题 那时候会稍微的去留意注意 您特别喜欢这个议题吗 就那个时候因为自己没有在做 可是会先去了解说 哎为什么现在好像有些东西是 呃我们不知道的 那当时去留意之后 大概经过了一两年吧 后来那时候 呃就台湾就开始兴起 蛮多的那种淨滩的活动 那时候也觉得哎 不然来去参加好了 但是因为他们那种当时就是团体 甚至以前还会兴起说好 那我们就跟去七星谈 哎买不到火车票算了 就是工作压力太大的时候 想说那不然就是来做点 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 当时都会有一种幻想 工作压力太大了 这个对社会没帮助 我们还是要有意义的事情 后来发现既然跟不到 那不然自己做 但当自己想要去投入自己做的时候 就发现哎好 原来有很多东西是不了解的 那到了有一年就 哦那我们就接触了 那个环姿这边 然后就哦 哦原来进台的时候 还要留意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怎样怎样 就一些比较详细的部分 是以前可能透过电视报道 是不会去了解到的 详细的部分可以 详细的就比如说 当然最最最基本的意思说 你的穿着 然后进台的时候要注意到 呃所谓的安全 然后进台的时候 呃那回来之后 还要做分类 还要再填ICC的古迹的表单 那这些东西是我们平常看电视 还不会去提到的 那另外就是说分类完的东西 你要怎么做处理 那以及说你可能要用专用袋 或者是嗯 透过自己的一般垃圾袋 穿着会特别讲究吗 穿着会尤其是鞋子 因为通常我们去海边一定会说 天哪穿穿那个包鞋 那那沙子进去不是很难处理吗 那有很多人一定穿凉鞋或拖鞋 对 那后来就说哦这样真的太危险了 因为我们可能平常去的海边都是 有人在整理过的 比如说白沙湾 因为那第一它交通方便 可是那个地方都是有人在整理 所以你会觉得哎 好像平常去去海边穿那是OK 但没有 其实台湾很多是那种 有一些海岸线是没有人整理 平常不会专人去整理 所以它会有很多的海洋废弃物 对在那边 当去那边的时候你穿那样子过去 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危险对自己很不安全的事情 哎 丽头你说的对耶 美丽的海滩总是让人身心舒畅嘛 长阳在其中啊 既是能够感到失忆 疗愈也很健康 但是如果其中煞风景的夹杂着一些垃圾 就会让人皱眉头嘛 因为不仅是破坏了美感 也降低了休闲的品质 那甚至垃圾对于环境也有很不好的影响哦 比如说海岸生物的健康啊 安全还有生存 还有可能会造成沿海渔业的损失哦 丽头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进摊的状况大概是怎样的吗 第一次哦 就一整个很奇妙 我们就同学自己组了团 那那个开五金行的同学 他就赞助了那种夹子啊 然后住新北市的同学就说 我家我家有专用带 就那个新北市的垃圾专用带 然后我们就自己拼一拼 然后那个手套也是那个五金行的同学就 就赞助 然后我们就好够 哈哈哈哈 但那我那边之后因为就没有人教我们什么 只是我们就好 我们就那个时间内就一直剪 我们就疯狂一直剪 但剪完之后也就只能堆放而已 就没有办法做其他的配套措施这样子 但我们唯一有做到第一点就是真的垃圾不能落地 所以我们会依循那个就是被交代说 可能几点垃圾车会来收 我们就等到那个垃圾车来收走 我们比较常去的海滩哦 可能都是经过整理的 所以可能就比较接近原来沙滩的面貌嘛 但是进滩可能就特别会去那些人潮比较少的地方啊 你去的时候有吓一大跳吗 哦我在想天哪这能来吗 就比如说我们 呃这边都在去国胜埔那边嘛 第一次都在去 呜我的天哪这整条海滩线 都是垃圾 但因为它的那个 它的沙滩的宽度又比较大一点 它的幅度比较大 比一般我们比如说白沙湾在过去那一带 它那边如果一涨潮 它整个沙滩其实是会不见的 所以会感受不到 那一直到退潮可能会发现比较多垃圾 但是 呃潜水湾 像三只潜水湾那一带啊 呃如果你是有观光客 会去的那一带还是干净的 它一直往淡水的方向走 那一带是没有人整理的 那有听说他们像那一带就是 呃没有经费 所以没有人会去整理 对那加上它那边有个造船厂 可能以前丢弃了蛮多的东西 有一次我到那边也是一整个很惊人 呜这这这这这这能来吗 就差很多就同样一个海岸线 都是隶属台湾海岸线 可是这边是干净的 虽然还是有垃圾 但是那边是 诶这哪里啊 其实台湾各个地方的垃圾差异是很大的嘛 像是西南沿海因为有牡蛎的养殖业啊 所以在西南沿海一带 我们就常常会看到很多养殖用的保力龙福具啊 还有竹棚 那像北部就是会有比较多中国飘来的渔具 像是福球啊 废弃的渔网 或是宝特瓶等等的塑胶类制品哦 这些都是海岸上常见的废弃物 那根据环保团体在过去十年来的统计啊 海岸上其实最常见的废弃物前五名都是塑胶制品哦 可能会像是我们刚刚讲的依照所在的地方不同 会有一些差异哦 那这些海洋的废弃物啊 它其实随着海浪冲打上岸 今天捞完 明天浪一打来 新的垃圾又会飘进来 那我们在浸探的过程中啊 有处理的先后顺序吗 哪些要先处理哦 全部都要 但是呢 轻重缓急最重要当然就是所谓的人造物品 因为有时候 比如说我们有一次在 我自己的经验啊 是在那个梅雨季前两年 应该有三年了吧 梅雨季 然后造成那个北海岸那边 整个是停班停课 然后那次之后我们是 那场是月初吧 月初停班停课 我们到月底才到海边去进堂 它整个是上面都还是非常的脏乱可怕 可是其实上面布满很多是树枝 一些漂流 漂流木的东西 那些东西是会大自然会吸收掉的 所以那个你可以不用太在意 我们最主要还是看那个人造物 因为那个是会造成生物的伤害 这是比较重要的 那当然就是回到我刚刚提到 就是大的东西一定要先解决掉 我常觉得啊 持续进堂真的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因为怎么清都是清不完的 就我目前能够查到啊 环保署的统计 从2017年的4月到2018年的11月 这个期间呢 其实全台湾的进堂场次有达到了两万三千多场哦 那进堂的人数呢大概是40万左右 所以其实严格来讲啊 进堂其实不再是陌生的环境守护行动哦 那除了少数的没有靠海的城市像是南投 全台湾几乎都没有捡不到海洋废弃物的现世耶 这个其实意味着我们共享的这一片美丽的海洋资源的同时 我们却制造出了大量的垃圾 然后也不管说海洋的环境 有没有能力去承受 那这样子的海洋共享啊 真的是非常讽刺的悲剧 Lito你加入环子之后啊 开始有意识的去投入这些进堂的服务 那有经过怎么样的培训吗 这个问题基本上 基本上还是一样会经过培训 那当时是有经过三天的一个状况 那就是我们会有先做室内的解说 就是如同我刚提到的 他会先告诉你现在海洋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然后在进堂的时候可能要留意什么 基本的知识会先教 讲完之后呢 那就会带你到我们 比如说我们会固定在 比如说金山那边固定进堂 然后就实际去现场看 那了解一下 但因为那次比较 就是进堂难免会遇到下雨这种 那有人就遇到下大雨 那我们可能就随时留意当现场的环境 适不适合下去做比较长时间的进堂 或什么 就是会有实地的演练 就是室内讲解及户外的一个实地的演练之后 做这样一个三天的培训 那进堂是不是也是需要考虑到气候啊 或是潮汐这些状况啊 如果说 因为如果你们是跟着团体在走 团体一定会帮你们注意 那如果是自己要去 像我们之前 我自己也会一个月去一次进堂的时候 在潜水玩 那刚开始有时候我们就会留意一下 那有一次有一个月 我真的完全忘记这回事了 去到现场 哇 三只下大雨 更糟糕的是那天我完全没看到潮汐 整个大涨潮 无法下沙滩 所以我们就只能在 比较岸边停车场啊 就是做陆地上的所谓的进堂 就是把周遭垃圾先捡完 因为这些东西如果你不捡一样 那下大雨它一样是下去海里 因为冲刷的关系 是 对所以这些东西是一定要先去了解的 就跟渔人是一样的道理 要去了解潮汐关系 所以其实浸滩不是只是单纯的捡垃圾哦 像台湾环境资讯协会啊 就是有意识的去了解海洋废弃物的问题嘛 那透过每个月在台北市国胜浦沙滩 进行海废监测 那借由定期定点的长期监测 去累积一些背景数据 去描绘说海洋废弃物 它真实的面貌大概是怎样子的 其实当初我们就是直接 就是参与那个种子之工 浸滩的种子之工 因为其实对我而言 是因为我已经有这样的些许经验了 然后再来参与 那个当时就是用一个辅导 就是我们协助来参与进灘的人 很高兴很多人可以一起来 之后呢 他们也会像我一样 从不知道开始到渐渐的知道 尤其像一个很特殊的 就是说以前我们可能在海边捡到的 那种废弃物 它上面可能有一些藤壶 那这种东西呢 我们会说这到底怎样 那后来发现 这个原来它是在某些地方 它是可以吃的 但它如果已经附着在这个 我们所谓的废弃物上面的时候 它其实就没有办法 然后呢 也代表这个海洋废弃物 它可能在海里面漂流了多久了 沉寂多久了 然后被附着 就可能会有一些东西去观察 可能是以前不知道的 有一些不同的知识 那还有一些人他会说 这里面有水耶 可不可以倒掉 那你们说 如果是一般人他就会说 那我们把它打开倒掉好了 这样来清垃圾 它会比较轻啊或什么的 对可是后来发现 不行万一这里面是 有一些危险的物品啊或什么的 所以我们就会告知他们一些 比较正确的做法 或是说大的物品要先把它做整理 因为大的会裂结 因为很多人只会专注在小地方 哦这里好多好多小地方 小碎屑这样子 可是没有没有意义 您现在收听的是志工台湾 本节目由好家庭联播网 台北Bravo FM91.3 台中古典音乐台 FM97.7期划制作 Podcast完整收录 海洋的废弃物啊 其实是全球关注的议题的 那除了浸航活动之外啊 监测海洋废弃物的状况 其实就是从源头去管制 解决的方法之一哦 根据成功大学海洋科技 与事物研究所的刘大刚教授 他团队的调查 发现台湾的海洋垃圾 多是和油气 还有日常生活相关 这个其实和很多国家的调查 结果是一致的 那其中啊 刘教授其实也认为说 我们要去解决这个海洋废弃物的问题哦 其实最根本的就是要从教育宣导 还有中央各部会 能够去正视这个问题 然后去处理 那里头你现在是 目前在学校代课吗 你会把这些海洋环境守护啊 或是浸滩的知识 把它带回到课堂去讨论吗 会其实现在小学生 他们在三年级开始 他们的健康课本里面就 他们三年级下学期 但不同版本有差异啦 他们的健康课本里面就有提到 要怎么处理他的垃圾 然后要怎么留意 某些单元有 那依照每个年级 他可能读到的知识也有点不一样 甚至到了高年级可能会讲 河流相关的吧 讲水 那你也可以 当时我就跟他们讲说 如果今天你从新竹丢了一个垃圾 你准备去淡水河找他 因为他就是从新竹的源头 然后一路流流流 然后最终就会去到淡水河 那是我去司马库斯的时候主人讲的 他们说淡水河的源头 去新竹找 后来我们就 哦原来有这个知识 然后你就会把相关的 然后以及跟自己知道的东西带回课堂 让小朋友们有更深的体验 哇 这也让我想到说 把淨滩变成抓宝的Rethink 台湾重新思考环境协会 他们搜集了台湾各个地方不同的海洋垃圾啊 并且加以分析哦 做成了一本海废图件 那里面详细的记载了不同 海洋废弃物的类型啊 材质 还有他们长线的地点 那去提供淨滩民众呢 能够对照自己捡到了什么样的宝物 在提高民众参与动机的同时啊 其实也趁机让民众主动上一堂环境教育的课哦 那除了制作这一本图件啊 其实Rethink 他们也进入到学校 结合绵羊犬团队 他们所开发的桌游 叫做海洋危机 结合桌游 还有课程 去带领孩子们去反思 海洋垃圾的成因 还有保育的方式哦 他们把海洋废弃物怪物化 就是有点像是前阵子很流行的抓宝概念哦 去引发了孩子的兴趣哦 并且说明海洋废弃物对于环境的影响 最后让孩子啊 能够主动的去思考可能的解决方式哦 其实这也是让环境教育 能够深入生活的一种方式耶 那里头你呢 投入淨灘之后啊 你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吗 其实以前就像我那时候说的 因为工作压力很大 那时候会吸收这样的知识 可是知道是一回事 去做又是一回事 所谓知意行难 那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一直到渐渐渐渐说 嗯好像真的有点严重耶 有一天就在家里翻到一个便当盒 哦原来我家有便当盒 那从此之后早餐就会开始 改用便当盒带出门 那中午吃饭的时候就可能 譬如说早餐店 挑那种的店的时候 就跟老板说 哎你可以帮我改用别的材质 因为那时候可能忘记带 那就会在生活上渐渐去调整 包含我第一次去环岛的时候 独自去环岛的时候 我可能只带一个小水杯 到第二次去环岛的时候 我身上已经出现的是环保杯 我的餐盒 我的筷子 我的汤匙 就是基本会用到的 我就变成都要呆在身上了 实际的走进沙滩啊 其实让我们能够去重新思考 人还有环境的关系耶 我们想要去享受一场青海之旅啊 首先就是要挣脱塑胶带的捆绑 然后我们还要穿越废弃物的城墙 其实这也是让Lito你去意识到说 环保不能只是口号耶 而是和日常是密不可分的 首先就是你一定要认知你的行为真的有问题了 那你就会知道说 哦这样不对 我一定要去调整 甚至你会知道说 有多少生物因为你而造成了生命的死亡 那当你有这样一个体验认知之后 你就会开始想要行动 就像我刚刚说 我可能从前面 我已经知道了很多年了 那有一天才发现 作而言不如其而行好了 因为你一直做的知道 那你没有去改变 甚至你真的没有想要去付出是不OK的 这社会并不会去改变 一直到你自己真的 你踏出了那一步你开始做 哪怕就像我刚开始一个月 只有一次的进摊 那我也会觉得这样是值得的 那慢慢做之后 你就会知道说 嗯不行 我们真的要从源头开始来做调整 这样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其实像有些 有些比较特殊的单位 这就比较不方便这样 他们很可爱 他们进摊完之后会发那种 呃礼物盒 对对对 然后里面还夹着 哎呦有宝特瓶耶 对他可能会怕你口渴 他会发水哦 对像这样子的话 可能就要自己去斟酌 是不是以后还要再去参加 这样子的活动 可能就要顺选单位 那他可能会事先跟你讲说 要住一些什么 对这是还蛮重要的一点啊 对啊 起身迎战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呢 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再省私的 那在浸滩的过程中 Lito你曾经感到挫折吗 因为一般的污染 他其实可以明确的去找到污染源 然后去改善它 但是当垃圾出现在海上的时候 他反映出的是问题的末端耶 挫折哦 挫折是一定难免 你会觉得 那我刚刚到底在做什么 昨天在做什么 对 所以基本上应该是说 这东西它是不能停止的 唯一能够停止的就是从源头把它砍断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从以前应该说从以前 你会知道去末端去收拾 已经长期累月 大家制造的 然后你想办法去收拾 但如果你一直在末端收拾 有用吗 最快的方式你就是要从源头去把它减量 所以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就是 回到生活里面 去告知大众说好 那我们就从生活当中尽量不要再去使用那么多的塑胶用品啊 甚至有些人会说 基本垃圾也算啦 就是你就算用一张纸 一个橡皮筋 这些东西其实也都算是垃圾啊 就像我们之前有看到那个他们说 那包饼干叫什么 就是在掩埋场捡回来的那包 孔雀饼干吗 香酥鱼喔 就是可能民国七十几年的包装 你当时吃完那包 你很乖的把它拿去垃圾桶丢掉了 然后那个垃圾车也很开心的帮你载走了 因为当时的年代是用掩埋的方式 你以为它会不见吗 没有它又被那个好好的找出来了 活生生好好的没有什么 太糟糕的破损 你能想像吗 民国七几年到现在 完全没有办法想像 就像是我曾经读到一篇报导啊 它是引述了一个教授的研究喔 那里面有提到说 我们全世界的海龟啊 它死因有三成 是海洋垃圾所造成的喔 那在去年2019年 海龟的救伤人员也发现 几乎每一只被解剖的海龟 肚子里面都有塑胶垃圾 那其中最让我讶异的就是 我们远在太平洋环礁岛屿上 信天翁翁的爸爸妈妈 就是鸟爸爸鸟妈妈 也正在用看起来像是食物的塑胶碎片 来喂食这些鸟宝宝耶 可是这些塑胶碎片是没有办法被消化的嘛 所以最后这些鸟宝宝也因为银两不两的死亡 那就有研究人员拿去解剖了信天翁 在他们的体内啊找到了塑胶瓶盖 打火机 塑胶碎片 那其中啊 还有一个打火机 上面写的是繁体中文 和电话号码 所以被判定来自台湾 其实看到这样子的报道和新闻啊 当下我真的是 如梗在喉耶 非常难受 我们现在已经制造了很多的 不该产生的一些人造的废弃物了 那这些东西 因为它已经今年累月被产生之后 如果还在海边海洋有海神的话 它真的有一天 它会把这些东西再卷回来 送回给我们人类 那避免有这一天的发生 所以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就是 第一先去弥补 第二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洞补起来 所以从日常生活当中就是 你要有意识的自己去 自备餐具 然后不要产生过多的垃圾 那除了这之外 还有一个是我自己也会做到的 就是尽量的去 把能够用的东西 再去重新的去弥补它 去修复它 我连袜子都可以补 然后松颈带松掉了 就自己自己换 那裤子破掉自己缝 衣服破掉自己缝 那网络上其实还有很多妈妈也很厉害 他们可能会把衣服 大人的衣服裁剪成给小朋友穿的 甚至有的阿嬷更厉害 他们会弄一弄 把那个雨伞 伞骨跟伞布分开 伞布留下来之后 裁剪成包包 甚至是做成那个小朋友的雨衣 狗的雨衣也有哦 就各式各样 对了其实坊间也有很多很厉害的高手 那像我现在最会就是 就是拿起针线自己补而已 那甚至今天穿的鞋子 已经磨到都坏掉了 那怎么办 买一双新的要一两千以上 那如果今天拿去给一个修鞋子的老板 他会收我五百 诶这样子 你会觉得 当然第一价钱是省钱之外 第二是 你不会因为这双鞋只有鞋底坏掉 而制造了一个很大的垃圾 因为可能整双鞋 它包含的材质是各式各样的 那为这个地球省下一个资源不是更好吗 所以这是我现在比较有在做的 那另外就是说 会跟小朋友他们讲说 在课堂上就他们留意 譬如说在上学期期末的时候 因为知道他们在暑假 家长会带着他们到各地去旅游 不断的就跟他们提醒 因为他们课本已经有教了 就会跟他们提醒说 吉姆们要带什么东西 然后就重复重复的 一直跟他们提醒说 要带什么 甚至要去离岛的小朋友 就会跟他们讲说 如果你要去离岛 有没有我们现在政府有在推 每个人要背一公斤的垃圾回来 那讲完之后下一个礼拜再问他们 其实他们会记得 所以这些东西你是从小教育 然后反复的跟他们讲之后 他们是会有影响 只是在于说 每个人的成长路上 还是得 Just do it 真的 这个真的是需要从小 从日常生活落实的 对 因为其实有些人他就会说 像现在有些人他就会说 哇塞你去静摊耶 好伟大 静摊哪里很伟大 不就是剪我们以前制造出来的垃圾而已 你是要为你过去的事情来做弥补 但不代表他是一个 真的了不起 伟大到一个不得了 不就是我就是去忍受被太阳晒而已 或是说一个不小心被雨淋而已 他没有什么很伟大 不要觉得他真的很伟大 而是你真的要自己去做 这件事情比较重要 你要知道说你为什么来做这件事情 对 而不是一股脑跟风 要跟风一次之后 你就哦 这件事情我做过了 没有要再做了 有些人就会这样 是啊 从调整生活开始哦 海洋是需要大家共同守护的 那最后是不是能够请Lito啊 你也透过这个节目 和听众朋友来呼吁呢 嗯 其实我们在小学的时候老师也这样教我们啊 我们在这个世代也是啊 小学的时候也是都垃圾分类都做得很好 但我觉得这整个还是整个台湾的配套啊 不是说我们消费者处理完 像我们小学的时候处理完 像我刚刚说的 这个垃圾有啊有啊 我们很乖的把它丢掉很乖的分类 但是末端政府单位在处理的时候 他还有他的问题啦 那不然怎么会过了这么多年之后 哎 这个东西又再度从掩埋的地方被挖出来了 就很多东西还是要还是要留意 但你没有办法管到政府单位 如果以你自己个人的话你可没办法 那能够做的就是从你自己开始 把你的生活顾好 那能够减量的就减量 那能够去修复的尽量的去处理 而不是我就是有钱买新的 新的就好用 这不代表是最对的观念 没错 那虽然环资会现在已经没有在做 每个月的定期净摊的活动哦 因为他们发现说 在台湾已经有很多的团体啊 还有个人自发性的在做这些事情哦 海洋废弃物的议题 其实已经成功的在社会里面去发酵了嘛 净摊的活动遍地开花 那环资也开始往下一段海洋废弃物的旅程迈进哦 就像是前几集副秘书长孙秀如 也有跟我们分享说 环资会已经开启了台湾滩埋场的调查计划 期望能够去尽量的掌握完整的掩埋场数据 那并且透过资讯公开啊 全民监督去关心冰海掩埋场 还有富裕公园的景况哦 其实我觉得啊 最重要的还是预警哦 在有废弃物 它掉落海里之前呢 能够给予防堵 能够给予防堵 那一步步的去实现无所海洋的梦哦 期盼透过今天的分享啊 能够号召更多为环境议题努力的战士 真的很谢谢今天little的时间和分享 环境教育在台湾基本等于零哦 台湾碰到海洋第一件事情 就是想到海洋的危险 比如说水鬼啊 鲨鱼 消波块 这些东西阻隔了我们与海洋的连接 所以我们认知上既远离海 想要清海的时候呢 消波块又挡住了一切 面对这些海洋飞气物的环境议题 我们都应该齐声迎战 我们可以参与静滩 虽然静滩是最末端的补救手段 虽然每次减实的垃圾 数量都非常的有限 但是积小成多 成果也是不容小觑哦 或者是我们可以开始实行减塑生活啊 回到源头 减少一次性的塑胶制品使用 这个才是减少海洋飞气物的最根本方式哦 还有我们也可以选择购买绿色产品 从源头去减少飞气物 那连带的也会减少飞气物进入环境的机会哦 少用一个是一个 多用一次是一次 那如果你正想要买一杯手摇杯啊 或是站在便当店点餐 记得带上环保杯 食物袋 购物袋哦 就算没有环保袋 塑胶袋重复利用 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感谢你的收听 我是家方 我们下一集节目再见 拜拜 其实我们只是一个单纯就是寻找快乐而已 那服务人是快乐的 所以我们就一直走向这一条志工的道路 成为一位志工 这样的身份哦 可以说是人类行为里面一种 很珍贵很棒的一个礼物 学会付出体会爱 车王电子邀您一起共创美好的